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婆婆妈妈们原来大多喜欢赵丽颖、杨子这种类型。 婆婆妈妈们喜欢的明星原来都是赵丽颖、杨子这种类型。 在婆婆妈妈们群体中,似乎国泰民安脸更受欢迎,例如赵丽颖、杨子这种。 就是脸型圆圆,脸上有点肉肉的那种,用他们的话说,这种脸喜庆,望夫又望家。 不知真望,还是假望,但这种脸型在婆婆妈妈群体中确实更受欢迎。 他俩的共同点就是作品受众面广,长辈们比较熟悉,形象阳光正面。 而且很接地气,容易带来好感,这大概就是婆婆妈妈们喜欢她们的根本原因。 我们年轻人喜欢的迪丽热巴、Angela Baby这种浓严系女星。 在婆婆妈妈们那里的受欢程度却略逊一筹。 如果你问长辈们,这两位长得更加漂亮,为何你们会更加喜欢前两位呢? 长辈们大多回答是她们确实更漂亮。 但觉得不如赵丽颖与杨子这种更容易让人亲近的感觉。 也许她们的描述不够贴切,却是她们真实的感受,同时反映出了两类明星的不同之处。 如迪丽热巴、杨颖这种浓严系女星,被称为女神更加合适,她们长相十分惊艳。 可以称得上是第一眼美女,就是一眼望过去就感觉很美很美。 而且她们更有时尚度,从长相来说她们带点混血感。 更受年轻时尚群体的追捧。 相对来说,她们过于洋气,看上去就不接地气,所以给人的亲切度就要低。 大家喜欢平易近人国泰民安脸类型的女星,还是喜欢时尚经验女神范的女星呢?